我是Sonetis 和Studio 最近我不常發影片 其實還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也會花大量的時間來看外國的影集 看影集的好處就是可以順便練習聽英文 還有一些英語的流行用語 今天這部影片我想要來介紹大家分享 我自己看過而且認為很好看的影集 當然我介紹的影集都是偏向青少年或喜劇的類型 因為我是因自己的型號來選的 當然這些評論都是按照個人想法所敘述 所以不同意的話就是在下面留言 這十部影集不是按照排名來排名 因為各有不同的類型和特色 第一部是ABC Family所製作的 Make it or Break it 是一部2009年的影集 也是我心中排名的第一名 故事是由一群練體操的青少女 想辦法進入奧運 我覺得裡面每個角色都超有自己的個性和特色 尤其是教練Sasha Bellof的個性超酷的 可惜他只有三集 聽說最後被砍掉了 所以第三季結束會突然有一種大大的失落感 但是還是一定要去看 第二部是FOX的Glee 這部影集就完全是個經典了 你去美國街頭問青少年Glee 保證幾乎全部一定都有看過 劇情是由一所高中隔了很久 合唱團又重新創建起來 那老師Will Shuster 一開始非常艱辛的找了團員 團員幾乎都是一些阿里布達的人 加上啦啦隊教練Soul Sylvester 想盡各種千奇古怪的辦法打藥他們 但是最後他們還是獲得了國家比賽冠軍 這部影集有六季 然後每一集有四十分鐘 但是你看啦絕對不會後悔 第三部是How I Met Your Mother 最愛總動員 這部影集就是比較久以前的 故事是Ted Mosby 找到真愛的旅程 然後他是以Ted Mosby 在跟他的小孩講的視角來拍的 我覺得超級酷的 而且裡面的Barney Stinson超級好笑的 這部影集有九季 雖然看起來超級長的 但是你看完也絕對不會後悔 第四季是ABC Family的Full House 歡樂滿屋 這部影集又是更老的年代了 故事是以老婆去世的爸爸Danny Tanner 找來了玩咖舅舅 Jesse Kansopolis 還有同心外敏的好朋友 Joey Glassstone 帶大三個小女孩 老大DJ Tanner 二女兒Stephanie Tanner 還有小女兒Michelle Tanner 裡面我最喜歡的是Uncle Jesse 一共拍了八季 後來Netflix又拍了Fuller House 歡樂在門屋 故事是DJ的老公去世了 然後找妹妹Stephanie 還有好朋友Phoebe Gibbler 帶大三個兒子 大兒子Jackson Fuller 二兒子Maxwell Fuller 還有小兒子Tommy Fuller 裡面我最喜歡的是Rocky 是GR的女兒 也是Jackson的好朋友 加上心上人 這部影集你如果沒看 那你之前都白活了啦 第五部是Niclodeon的Victorious 這部是我小學四年級的美好回憶 這部影集在講Hollywood Art High School的複雜感情關係 裡面的Cat Valentine 就是現在超紅的Ariana Grande演的 但是我以前超愛Jade West 這部影集有三季 完結後Cat Valentine 還有一部在講脫口秀的青少年影集 I Carly 我自己最喜歡的角色Sam Puckett 演了Sam & Cat 也是超級好看又瘋狂的 第六部是Degrassi High 是一部講公立高中生活的點點CD 也是一部超級好看的影集 第七部是KT & Alexa 故事是Alexa得了癌症 然後她的超級好朋友KT一直幫助她的故事 是一部最讓我感動的影集 但是只拍了一季 所以非常非常的可惜 第八部是剛剛提到的I Carly 是Niclodeon所製作的 故事是在說高中要做報告 老師把乖學生Carly Shay 和壞學生Sam Puckett分同一組 然後他們在一起拍影片 覺得很好玩 就發布到自己的網站 icarly.com 發現大家都很愛看 然後找了Freddy Benson 和Gibbe一起拍 這部也是在Niclodeon很有名的影集 第九部一樣是Niclodeon的Sam & Cat 是I Carly和Victorious玩街後的一部影集 是I Carly的Sam和Victorious的Cat演的 故事是Sam在垃圾桶發現Cat 然後一起在Cat的奶奶Nona家一起當室友 然後超級瘋狂的 最後一部是我現在 還未看完正在看的Modern Family Modern家庭 故事是一個大家庭中分成三個小家庭 試著在洛杉磯生活 目前我也覺得還蠻好看的 這十部介紹完 希望大家可以去看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自己推薦什麼影集 或下一次要介紹什麼主題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就在下面點個喜歡 不喜歡就該你的喜好 我們下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 splitting 我們下集再見